今天是3月15日星期五 邯郸三名初中生霸凌同学并将其杀害 来看案件详细经过 可恶至极 烟焦爆炸原因披露 不是用户燃气 烟焦警方删体电话 四川夫妻坠亡 浙江父子跳江 多处火灾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是用户的燃气 还是在施工过程中 输送中的环道的泄露 目前这个区域的事物员 还要等待我们事物调查的固序 更关我们 您好 您好 我派出所这 行工东派出所 烟焦行工东派出所 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一下 我想问您一下 您是这咱们 微博公众号包藏先生吗 是的 是这样的 您今天发布两个 关于烟焦爆炸这个视频 现在这个事 还未经核实证实呢 而且现场的这个报道 也是为了这个 当时现场人身安全 考虑的 发布这些东西 咱们 公安局有外宣部门 咱们核实后之后 再通知您再发布好吗 您把您现在发这些删了行吗 主要是为了说 您想扩大舆情吗 好多事 咱们说实话 我知道 现在这个是燕郊这边事 已经很忙很乱了 因为好多安置什么的事 咱们不需要把这个事情 再发酵扩大 我怕 好多事 咱们群众都 就怕有不良影响 不是 我去问您一下 您删吗 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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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后期的 我们那个 公安部门 再找您联谊 好吧 有两口子嘛 然后装忙不来嘛 不行 不小心掉下来了 十九楼啊 等在庭里当中 看 好短天啊 嗯 好多事 好多事 麻烦我哟 这伙子真能救 整个上路全找了 一起2024年3月10日 小光被三个人间恶魔 用铁锹活活打死的案件 三个人分工明确 有人回家拿铁锹 有人忘风 手段极其残忍 还多次尝试毁尸灭迹 这是恶魔指认 犯罪现场的画面 警方派出多名警力保护他们 许多村民不停地冲上去 对他们拳打脚踢 时间2024年3月10日 下午1点左右 河北邯郸肥乡区的小光 出门前告诉奶奶 有人约她出去玩 可到了晚上 小光不仅没有回家 手机也关了机 直到晚上11点 家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 当天下午和小光一同 出去玩的 还有另外三人 3月11日凌晨2点 民警与村干部 一起询问了三人 三人均表示 小光和他们分开后 跟其他人去完了 然而警方查遍 全村所有路口监控 都未查到任何线索 小光的父亲 补办了他的电话卡 通过交易记录发现 3月10日下午4点左右 小光用手机 给三人转了190块钱 这是小光身上的所有钱 当警方再次找到 三人了解情况时 其三户家人全都拒绝配合调查 民警在外敲门两个小时不开门 家人解释怕他们被警方吓到 直到警方拿出转账记录以及监控视频 其中的两名嫌疑人才不慌不忙地说出了小光的下落 小光被他们杀害了就埋在废弃蔬菜大棚内 三名犯罪嫌疑人身高最高的只有1米5 最矮的只有1米2 即使有铁证摆在面前 另一名嫌疑人依然咬紧牙关不承认 最后被两名嫌疑人指正 而小光的头部以及脸部被铁敲砸得面目全非 所有人都没想到三名犯罪嫌疑人竟能如此心狠手辣 不仅手段残忍 还将遗体进行掩埋毁尸灭迹 就在警方带着三名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的时候 附近村民全都围了上去 朝着三名犯罪嫌疑人又打又骂 据小光的姑姑称 小光长期遭受三人的欺负 曾多次说过不想去学校的想法 家人起初都以为他是贪婉 后面才知道经常遭到欺负 令人恐惧的是 杀害小光后 三名犯罪嫌疑人不仅扰乱警方的调查方向 在所有人寻找小光的几天里 他们还能像没事人一样正常生活